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随即风云变色 直接给你往下压 甚至于还油红翻黑 中场收在8887 8900点再度的宣告失手 然而在这样的格局里面 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现在的大盘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会反转向下呢 特别是已经连续四天的亮人 都维持在700多亿的这个情况之下 感觉好像真的蛮危险的 但是Jumbo老师 要你去想两个事情 看大盘你要看什么 看全职股 并且你还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市场的焦点在哪里 然而这两个部分该如何研判呢 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台湾的电子的指数 520也就是昨天那一天 电子的指数帮我拉近 创下了新高啊 再来 全职股你要看什么 最大的那几支嘛 当然就是台湾50嘛 一样帮我拉近一点 昨天的台湾50 再度的创下了新高价 电子也创新高 全职最大的台湾50 也创新高 当两个都已经表态了 那你说 台湾的家权会坏到哪里去 或者是领头羊先表态了 他之后会跟上去呢 别人都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但是Jumbo老师 在节目上面给你报告 好比在之前的时候 新春开盘啊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好啊 人家给你说这个盘要崩啦 外资给你超级大卖超啊 这个盘即将要开始反转向下 但是勇敢的人赚翻天啊 好比这一波叫做学运啊 别人也跟你讲说 因为学运政治的因素 所以这个大盘会下探到哪里去啊 但是它有什么跌吗 它没有什么跌 直接又往上做爆充啊 好比之前Jumbo老师给你讲说 打到的季线 一样是一个绝佳的进场点位嘛 懂得进场的人 这三个点位不是都让你赚到翻过去了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依然有人不看好啊 但是Jumbo老师给你举例啊 台湾50跟电子指数在创架新高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想尽办法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我们正在努力的赚钱 正在别人不敢赚的时候 我们Jumbo家族舒舒服服的在赚钱 你看一下5月5号的这一天啊 我们请我们全国的会员朋友 经常去买进一档股票叫做亚太电 然后从这一天起 隔没多久 有没有在5月7号的时候 直接就给你狂奔 直接就给你喷出 有没有利润就产生了 而且除了涨一天不算什么 8号再送你一根涨厅板啊 哇 短短的两天 有没有利润空间就穿到出来 但是Jumbo老师要告诉你 有买有卖才是赚真钱啊 你只知道买不知道卖的 都是讲假的啦 然后在9号的时候 有没有请你先赚一趟 我们把利润放到口袋里面 那才是真的啊 并且有卖 有卖赚真钱 有卖再买呢 赚未来 5月15号的时候 同样的一档股票 我说朋友啊 他还是老得好啊 我们在15号的时候 把他给接回来 当时他已经从最高价 往下压回了 有没有价差又帮大家创造出来 你知道高档要卖的 你低档可以买更多啊 隔天 利润是不是又出来了 放了一个价回来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又把它干掉 我们又赚了 有没有太棒了 有没有两次Jumbo老师出手 两次都赚钱 相对高相对低 有没有帮大家都抓出来 有没有利润又放到 我们的金库里面 有没有太棒了 然而赚钱的故事还没完 要一档一档了 这一档股票叫做6233的旺九 6月13号我带着我全国的会员进场去买 有没有没有多久15号的时候就喷出了 15号直接送你一根掌停板 你有没有事前的布局 你事后的掌停板才是你的 蓝额一样有买有卖赚真钱 16号的时候 来帮我拉近一点 旺九再度的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空间已经帮大家给拉出来 蓝额才短短的几天之内 19号 一样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把它干掉 有缘再相聚嘛 我们川普家族又赚了 有没有发觉我们近期的操作 真的是如闪电一般啊 进场布局隔没多久掌停板 隔没多久我们把它干掉 钱把它收起来那才是真的 又好比我们之前给大家报告的 续日神准 有没有现买现赚涨停板 然而竟然布局没有多久 是不是又差一档涨停板 这才是扎扎实实的获利 然而这样的个股 有没有从我们给你报告以来 它不是涨停板 就是创下新高 然而在它沿路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样嘛 你要知道卖嘛 在5月19号的这一天 当时都还有高点 我们把它干掉之后 其他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嘛 我们在这里先出一半 到了5月19号的时候 再把它整个干掉 是不是都帮你出在相对高档 是不是有买有卖 是不是一档一档 都是清清楚楚的 也包括了 我们昨天给大家报告的 眼睛之神嘛 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中国家族为什么可以现买 现赚涨停板 专门老师今天给你先排 这一次股票就是 来 大学光嘛 3218的大学光嘛 有没有 现买现赚一根掌停板 并且故事还没有走完 什么叫做闪电一般的操作 昨天我们没有把它给干掉 短短的两天 大学光在盘中还有一度的暴冲 但是一样 已经赚到掌停板了 昨天它又暴冲了 我们就把它干掉嘛 两天的时间 有没有帮大家利润又创造出来了 有没有太棒了 有没有发觉我们家族赚钱实在是一件好容易的事情 短短的几天空间利润金库黄金又把它塞到你们的口袋里面 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有钱 真的是太棒了 然而除了做多的标的之外 我们唯一一档做空的叫做什么 大力光 我说当时的国太经来到了高点往下崩的时候 但是大盘还走了八个月的大多头 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大力光一样嘛 它会比大盘弱嘛 在6号的时候 当它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蒋宝是做了一件 整个市场想都不敢想 做都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大刀一挥把它空下去 而且隔天有没有就大跌了60块钱 一张就是6万块啊 8号再跌 9号再跌 13号再大跌了40块钱 一直到14号还在破滴 一直到15号 我们请你先赚一趟之后 这中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差已经接近要200块钱 200块钱代表什么 代表一张接近要20万 20万啊 这就是做高价股的好处嘛 当它由高点往下崩跌的时候 那个速度会超乎你的想象之外 然而那就是我们赚大钱发大财的时候希望你要跟上 然而从我们把它干掉先赚一趟之后 近期的大力光也开始反弹哦 昨天的最高点来帮我拉近一点 来到了2000块钱 但是我们还一样是不看好它嘛 你想看看嘛 电子的指数创下新高 但是大力光盘中却跌了35块钱 股王又是领头羊 又是电子股里面最显眼的指标股 为什么没有创下新高 甚至于连收红都没有 平盘也没有往下掉 那你就该知道了 会不会有做头的可能性 你看一下 当时的高点在这里 昨天再度的爆下了近几个月来的大量 来到了1955张 前一次的大量是1934张 当时是直接给你跳空 掌停锁住再走一波 然而昨天一样的爆大量 却是开高走低 一个实体的黑K棒在这里 那会不会从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来相比较 是一个头部呢 如果是的话 在这里有一个绝佳的空点要出现 如果你想要空大力光的 广告时间的电话 请你务必要打动 跟着Jumbo老师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放空大力光 这样好吗 来 我们全新的资料 今天是最后一天 开放给大家做出一个索取的动作 然而你为什么要来拿到我们全新的 台湾五月火力全开 你看一下我们的二月份的资料 你就会很清楚了 二月份的资料叫做飞天标马密集 里面多档的股票包括了德宏 有没有喷出去 这个叫二月份 这个叫三月份 有没有给你从二月多 开始喷到三月份 这个叫眼铜 到四月三号都还在赚 这个叫做强星 到四月三号 到四月七号 都还在创下新高 然后这几档股票 Jombo老师不是都一并把它放到了飞天标马密集的里面吗 顶天 安晴 抢星 得宏 延通 还包括了这一支叫做日洋 日洋叫做6208 这叫二月份 这叫三月份 然后他有没有从二月中下旬开始给你飙到的四月份 从11 12块钱飙到了25块钱 这个叫做什么 120个percent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们 你看这个 这一支股票叫做日洋 日洋6208 当时的基本面给你报告 当时的业绩给你报告 当时它每天在往上涨 动不动就是涨停板 创下新高 涨停板 创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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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沿路在往上狂飙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当时可以拥有这样的股票的话 如果你当时懂得把资金给重压的话 这样光光是一档的股票 就可以带大家创造出多少多少的空间出来 多少多少的利润出来 这个叫做暴涨 这个叫做超级标股 然后这样的一个超级大标股 从11.45 涨到了25.25的股票 6208日洋 从2月中下旬 涨到了4月初 还在涨 波段涨幅高达120个percent的日洋 Jumbo老师有常识吗 我们研究团队所带回来的资料 我们最看好它 我们有把它指给我们的会员吗 我们有忘记我们亲爱的观众好朋友们吗 没有嘛 一并都把它放到我们2月份的资料里面 所以当时大家不敢赚的时候 我们Jumbo家族 有把资料给要到手的观众好朋友 每一个都赚翻天 有没有太棒了 所以我们全新的台湾5月 火力全开 今天最后一天开放赠寿 等一下你把电话给播通 Jumbo老师会在线上等待你的来点 这样好吗 导播 进广告 好喜欢就在这里 57瓶大字邦 原始雅院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滑灌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 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滑灌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务师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白友 嘴起听 家用起听 五分钟 好 在讲我们全新的资料之前 Jumbo老师有两支股票要给大家报告 这一支股票叫做 善良的维尼 你 他在昨天的时候 当大盘在不好的时候 他一点也没有不好 然而当我们进场去布局的时候 有没有现买现赚 差一点又公道的涨停板 太棒了 然而这样的一档股票 你说他的价格是在高档还是在低档 绝对都是在相对低档的这个位置 善良的维尼 我称他为转接投资王 有没有发觉 外资啊 来帮我拉近一点 不管他的股价是在高档 还是在低档 他就是沿路给他持续的加码当中 来看整个图 代表他真的很看好他嘛 代表会不会有一些新闻面 我们研究团队收到了 外资也收到了 但是你还没收到 那不是好可惜 要不要领先这个市场来布局 来 他的四月份的营收高达了6.45亿元 年增高达了16.04% 并且他打入了苹果的平板电脑 在中国大陆的平板 苹果的平板电脑的这个市占率 高达了90% 几乎通包啊 几乎通杀 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块 苹果的平板电脑 依然是这个地球上 卖的最棒的平板电脑 你说他有没有卖翻天 然后中国大陆 几乎就是这个市场上 第二大的这个市场 仅是美国市场嘛 他拿到了第二大的市场 九成的定章 百分之九十都是跟他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外资在这里拼命卖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的股价 还在低档的时候 你要赶快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啊 免得他往上狂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哇 詹姆老师 你们又出现了一档的标股 但是你还是没有赚到 那不是好可惜吗 所以当你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赚标股 一起来发大财 这样好吗 来 除了这支股票之外 詹姆老师还要给你报告的力望 3529的力望 在他盘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点以来啊 他主要是吃到了行动装置 未来的主流嘛 还有物联网 一样是未来的主流嘛 并且他四月的税后净利 高达了1.02亿元 年增45% 每股存益1.35元 而且他前四个月加总起来喔 他的税后净利为2.13亿元 年成长高达了74% 每股的存益是2.81元啊 这么漂亮的财报 外资也在拼命的买股价 还有机会 到底我们看到了他的 目标价是在哪里 这才是关键嘛 如果一当股票会涨到700块 500块是不是便宜 如果一当股票会涨到700块 300块是不是很便宜 如果一当股票会涨到700块 200多块是不是很便宜 重点是在于目标价这个部分啊 到底他可以赚多少钱 他有没有吃到未来的题材 凭什么大力光涨了一倍一倍又一倍 有很多的股票涨个三成四成 就已经是极限了 为什么 未来的题材 跟他现在的未接嘛 做股票看了永恒是未来 所以这样的一档股票 JOMO老师希望你要好好的做留意 好吗 来 上个阶段我们讲到了2月份的资料 现在我们来讲讲3月份的资料 3月份的资料叫做 经常脱壳龙飞天嘛 相信大家也都还记着 这里面有多档的好股票 来 你看看这个 这一字叫做姓昌 直接喷到掌停板 激起在高或者是在低 在低档的话你可不会经常去狂压他 重压他 猛压他 股价在这里你哪敢压 我有在这里你才敢买 JOMO老师 报给你的股票 是在高档或者是在低档 他往上爆充的力道 会不会很快 都是数一数二的 短短的几天 有没有给你狂冲猛喷啊 波段的空间有没有帮大家轻松的创造出来 也包括了先进光嘛 有没有我们讲完之后 一直创下新高 创下新高代表什么 代表你怎么卖 你都一定赚钱了 也包括了泰山 也是在创下新高 你怎么卖 你都一定赚钱了 也包括了统一 也包括了台药 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都还在创下新高 四月三号 四月八号 都还在创下新高 相信大家都有赚到 然而这几档的股票 JOMBO老师有尝试吗 不是都一并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吗 经常脱壳 龙飞天 三月份的资料嘛 然而里面还有一档股票 叫做4994的传奇啊 4994的传奇 来 一样 这个叫做三月份 这个叫做四月份 台有没有从三月份的中下旬 开始狂奔 从130块钱飙到193块钱 有没有暴涨 有没有把资料给拿到手之后 你真的赚翻天了 而且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赶快来看四月份的资料 好吗 来 四月份的资料 相信大家记忆由心啊 这个叫做台北四月富贵逼人嘛 里面多档的股票一样 包括了新浦 从底部开始起涨 之后 暴涨 之后空间都帮大家创造出来 有没有赚钱真的好轻松好简单 也包括了华电网 五月份还在给你暴涨 盘移隔天就直接涨停板 也包括了电动巴士的黄者 有没有没多久的时间 空间又帮大家创造出来 然而一样有买有卖 才是赚真钱啊 把它干掉 把钱放到口袋里面才是真的啊 然而四月份的资料 立凯 迅州 盘移 郁金 华电网 新浦有没有都在里面 而且里面还有两档股票 詹姆老师要特别给你报告 第一支叫4432的明望石 这样的一档股票 詹姆老师给你报告以来 动不动就是涨停板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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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大家赚啊 当你把资料给拿到手之后 有没有 有买有卖 中间多少根的涨停板 帮大家创造出来啊 我们从当时帮我拉近 还没九十五块的时候 就跟大家做分享 就公开给大家赚 然后这样的个股 有没有 詹姆老师讲完之后 开始给你狂奔 给你目标 给你往上 拼命的创下新高 并且这沿路啊 有多少根的涨停板 有没有拥有名望石 实在好幸福 真的是天下第一勇 真的是赚到破表啊 诶 又是百分之百 大功告成 帮我拉近 然后我们跟你讲 大功告成之后 他已经来到158块钱 不也是有买有卖吗 不也是赚到破表的标股吗 拿到资料 有没有让大家都赚翻天了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还有一支歌 不是一支歌啦 一支股票 我真的会美丽的一首歌 每隔 送完资料 隔天直接送你涨停板 再隔天插一檔涨停板 押回 詹姆老师给你讲 可以进场的时候 他还是涨停板 再涨停板 沿路的再创下新高 这中间的过程 詹姆老师就不给你报告了 但是你只要知道 到5月6号 每隔都还在创下新高 然后这两档的股票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 给大家报告的 美隔 明望石 不都是在4月份的资料里面吗 有没有4月份 大家又赚翻天了 所以我们全新的资料 今天是最后一天 开放给大家来索取 你一定要拿到手啊 我们这份资料 台湾5月火力全开 才刚诞生而已 建策我已经先排了 因为当时我们的建策是怎么样子 你看一下 5月12号当时还在最低点101块 之后开始暴涨 到了19号还在往上狂噴 然而一样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把它干掉 先转一趟 当时他来帮我拉近一点 已经来到了117块钱了 有没有又赚到了 所以这样的一份资料 希望你要拿到手啊 等一下开盘的时候 你把电话给拨通 里面多档的股票 昨天的大盘在往下压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不是吗 所以Jumbo老师会在线下等待你的来电 等一下开盘 我们就可以同步做出一个进出的动作 这样好吗 股市南海 祝大家财富都能多得向大海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你今天爱水了吗 不要烦水 空手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谁了吗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投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药庄 继纸行政中心最畅销景观宅 万平树海千平校园 48平60平86915777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一次都会买起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川级三主送 现正实施中 我说 可不可以 这么多 我说 感谢观看